师父带回来一个小师妹 小师妹娇滴滴的 师兄弟们都很喜欢 还会加着嗓子叫我 大师姐姐 我 问号 路过我身侧时 却瞥我一眼 巴唧了句 哼 最讨厌你这种词敬女了 我一个大嘴巴子 将她扇到石部之外 飞伸到她跟前 提着如是剑 剑尖指着她 整个人都很兴奋 起来 继续静 小师妹捂着被打肿的脸 疯狂摇头 不静了 再也不静了 废物 嘴上说着要近 还以为比我那帮师兄弟们 多少强点 妈的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玩意开始了 清清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清清不迷路 我因为一招 静迎了小师妹 被师尊罚去撕过牙撕过 一年逛两次撕过牙 我早已习惯 轻车熟路 撕过不足半日 就又被师尊击令而去 原是山下村民 遭凶手攻击 大师兄带着云华剑宗一众弟子 前去解救 也算历练 结果直接交代在哪了 全师们上下 就飞回来一只带血的传心灵歌 师尊 你去将这凶兽除了 将你的师弟师妹们 全须全已带回来 尤其是洛霞 他刚入师门 尚在练气 没见过这种场面 怕是吓坏了 我干脆敲腿坐下 要不还是您老自己去 师尊 听说那凶兽十分强悍 无比能打 我直接遇见而起 去找凶兽查架 我赶到时 云华剑宗弟子 各个身负重伤 血浸衣衫 却将一个人 好好地护在其中 正是我那新来的小师妹 见我从天而降 他们脸上 各个露出喜色 大师姐 救命 大师姐 快杀了这凶兽 为我们报仇 先前小师妹被我打哭时 这帮废物宰子 瞧我可是各个满眼恨意 恨不得能将我包皮拆骨 这会儿倒是挺会舔了 不过不重要 我不是来救他们的 我是来干架的 同队围困的 还有灵药谷的少谷主 齐燕 灵药谷药宗一脉 擅长变单制药 少谷主齐燕 便是此中翘楚 只是有自娘胎里 带出来的体弱之症 这会儿正斧着胸口 猛吞药丸 凶兽是支吊金白鹅虎 是寻长虎的十倍之大 背上还做了个 皮相十分好的少年修士 那少年修士 一脸紧张地趴在他身上 十分努力地 在给他吹耳旁风 喵哥 咱不挠了行不 别逼我求你 喵哥并不理会 仍是定睛望着我们 宫被树尾 喉咙里发出 呵呵的骇人之声 喵哥 求求你了 收了神通吧 那喵哥微侧了侧头 翻了个我都能看得懂的白眼 然后根本不搭理他 直接仰起胡爪 往下重重一拍 我寻戏飞身而去 挥手以灵力 住出一道屏障 但只有半个人大小 我故意的 单纯想看看 他们为了活命 能卷成什么样 然后我便看见 狮们那帮废物 互相推草 人挤人的 想往里头钻 半点没有了 大宗人的气毒威严 真是滑稽可笑 如是剑从我手中飞出 化作剑语 将胡爪直接钉在了地上 我口念剑诀 凶兽嗷呜喵了一声 身形骤然缩小 趴在地上 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崽子 那少年修士 也从他背上直接摔落 被我收回的如是剑一剑 穿肩甲骨而过 钉在了树上 动叹不得 脑袋一歪 晕过去了 见凶兽和那修士 都被我料理了 大师兄这会出来逞门了 怒喝一声 孽畜 看我杀了你正道 一道娇俏身影飞扑过去 小师妹将那毛茸茸的一团 护在怀中 眼中是不屈的倔强 大师兄 助手 喵喵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杀喵喵 况且她还只是个孩子 大师兄一正 语调尽是宠溺疼惜 小师妹你 真是太善良了 你这样的性子 日后行走修真戒 该如何是好 小师弟感慨 小师妹是我见过的 最单纯善良的女孩 是啊是啊 小师妹人美心善 往后必成大气 就连齐燕都捂着心口 朝她头去赞许的目光 妈的 一个个的 比南海佛子还有善心 尸骨随便烧一烧 都能有108颗设立的水平 刚刚这凶兽要弄死他们 找我求救的时候 怎么不是现如今 这副大善人的嘴脸 呀 小师妹惊叫了声 摸了摸小猫的软电道 你怎么受伤了 我 合着我刚刚又帅又酷的一段 降服凶兽 是在闹着玩呢 齐燕手握成拳 咳嗽了声 对着小师妹一道 让我看看 小师妹乖巧的抱着小猫过去 齐燕从戒子囊中摸出一颗灵药来 硬逼着小猫吞下 小师妹抱着差点被掩死的小猫 脸上笑意盈盈 对着齐燕道 多谢其师兄出手相助 齐燕但笑 非也 是云小师妹的善心救她 希望她能知恩图报 那喵哥本来只是受了点小伤 现在被他俩一致 直接被折腾成重伤 她弓背 发出呜呜的声音 抬找在小师妹好白的手腕上 划出一道鞋口子 小师妹吃痛 将喵哥抛出去 喵哥落地 正欲行变 被我打断 我望着他 朝他勾手 是你自己过来 还是我打你一顿 然后你再自己过来 喵哥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他挂在树上的废物主人 头也不回的 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小师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气 我耳力不错 听见他低声怒不可恶道 该死的 打我脸就算了 还抢了我要攻略的灵宠 未及细想 就听见林药谷的弟子 焦急地叫我 沈师姐 我家少谷主晕过去了 您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吧 原是齐燕说完话 气息一弱 直接晕死了过去 找我求救是正常的 林华剑宗同林药谷 都是百年世家 素有交情 我又是在场唯一一个金丹 是年轻一辈中 修为最盛的弟子 我 我只会打人 不会救人 顾念两宗门的情谊 我补充道 我先为他输入灵力 待他醒后 你们速回林药谷 找齐鼓主救治 我束手起誓 源源不断的灵力 便输入齐燕的体内 一旁的小师妹 不知道从哪里 摸出根短笛来 开始乌拉乌拉乱吹 三吸之后 齐燕悠悠转醒 小师妹先我一步 扑到齐燕跟前 一脸欣喜 齐师兄 你醒了 齐燕脸上尚无血色 他只虚弱的闽唇笑道 我于迷蒙之间 似是听见先月与我指引 他垂眸 看见小师妹手上的短笛 笑意更甚 是云小师妹的笛声 让我醒过来的 是你救了我 两个人的眉目 已经不能只用传情来形容了 我感觉他俩 已经在一场长长对望中 演出了一副活春功 这就显得 刚刚努力给齐燕树灵力的我 真的很像个冤种 妈的 不想活 就去死啊 搁这儿恶心谁呢 我走到树边 拔了如是剑 解了那少年身上的静止 踹了他两脚 别装死了 起来干活 那少年一个机灵 突然蹦大起来 窜到齐燕和小师妹跟前 一人一脚把他俩踹飞 然后愤怒骂倒 他妈的 你俩逼逼的没完 老子一个反派都听不下去了 小师妹是穿越女 这是眼前 这位自称反派的陆卷所说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是穿越男 有的是手段 帮你吊打穿越女 陆卷向我承诺 我漫不经心看他一眼 晃了黄手中的如是剑 吊打这种事情 还需要耍手段 陆卷惊恐的后退了一步 开始跟我掏心窝子 据他说 我们是在一本书里 小师妹是傻白甜大女主 而她是书中的反派 会被小师妹攻略 觉得她好单纯好不做作 被她的可爱所治愈 深深爱上她 求而不得 最终黑化 成了整个修真界 为之一阵的魔修 但最后又会被爱所伤 在关键时刻 被小师妹一剑刺死 简直有毒 我被人砍了 要死了 居然还心甘情愿 死前嘴角还要勾起 抹完味的笑容 还要问她 有没有爱过 这是什么傻逼玩意儿 老子只想活着 至于我 则是小师妹升级 追爱路上的区区一个炮灰 你刚刚说 云落瑕刺你用的是什么剑 路隽 就是从你这儿继承的如是剑 我拔剑 妈了个八字的 连老娘的老婆都敢抢 路隽急得快哭了 那你抢她老公了 我抬眸看她 她身子抖了下 犹豫半息 才道 你不擅长这些情情爱爱 你对浪漫过敏 她叹气 牺牲巨大 还是我来吧 她来 抢小师妹的老公 有点子刺激了 我跟路隽从姐姐里出来的时候 小师妹还依偎在大师兄的怀里 柔弱哭泣 至于奇艳 这会儿已经醒了 还在努力吞药丸 见到路隽 在场的各位都紧张了起来 倒是路隽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刚刚不好意思 我有话密恐惧症 你们一次说太多字 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动手 所以以后跟我说话 尽量精简到两个字以内哈 我带回来一个小师弟 整个云华建宗的弟子 都对此有所不满 说我随便从路边 捡个野男人回来 还是个为祸人间的魔修 是要让师门蒙修 我云华建宗养着你们这帮废物 还不够丢人吗 不想死 就闭嘴 路隽领着喵哥跟在我身后 你这师门这么废 还留着干什么 确实不该留着 只是当年我师祖飞升的时候 我答应了他 要守着云华建宗 至少保住师门百年 我虽是师尊在山上捡回来的 却是因为师祖的授意 那时候师祖早已不再收录弟子 便将我记在了师尊的名下 路隽预言又止的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摸了摸手中的如是剑 路隽语速极快道 你师祖也是小师妹的攻略对象之一 我又一次拔剑 连我师祖都敢肖想 路隽掩明手快 将我拦下 沈玄心 你为人处事 怎么老是这么冲动呢 我看着他 反问 你不是反派吗 做事这么磨磨叽叽 瞻前顾后 算什么狗屁磨修 路隽一了下 反派又不是没脑子 我他妈说过这书的傻逼剧情了 我的人设是一个武力值超强的恋爱脑 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 我 有多可怕 路隽无语 比你还可怕 我 路隽 还有 你不是答应了你师祖要保你师门百年吗 你怎么能违背誓言 我认真 其实我已经忍了他们99年了 下个月刚好满百年 真遗憾啊 他们这帮憨货的生命 已经开始进入倒数了 外间突然一阵吵嚷声 我能感觉到 路隽明显兴奋起来了 路隽 有好戏看 一 等到了正堂 我才知道路隽的好戏指的是什么 师祖还在时 为云华剑宗和林耀谷定下一门亲事 那时 整个师门便只有我一位女弟子 林耀谷迟迟未曾上门提亲 可小师妹一入宗门 林耀谷就火急火燎 抬着数百个大红香拢的聘礼来了 不就是打我的脸吗 我又准备拔剑 哦 剑提前被路隽收起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发飙 比我们早到的小师妹 已经搁那眼了起来 大师姐找洛霞入门 便是结成道旅 也没有若霞仙的道理 一脸的为难不愿 大师兄心疼的跟什么似的 若霞 大师姐那是天上孤星的命格 她不结成道旅 难道你就要一直孤单吗 小师妹 大师兄 若霞身为云华剑宗弟子 自当如是 就连林耀谷的谷主都满意的点头 若霞虽是女子 却一起当仙 确实是我们林耀谷少夫人的最佳人选啊 小师妹娇称的跺脚 谷主 您不要开若霞的玩笑了 画壁还美目流转 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奇艳 两人又是一番赤裸裸的眼神交流 我觉得这帮人神经病吧 我拍了拍身侧的陆卷 差点没收住手 把他拍进土里 这帮人是不是干不过 我就想从恶心死我 陆卷一边揉肩一边道 别急 有我 我望着他小鸡崽子一样的背影 说实话 这是第一次 我有了被保护的感觉 然后我就听见陆卷惊叫 大师姐 大师姐 你怎么晕倒了 他的叫环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力 我只能趁势翻了个白眼 洋装晕过去 配合他的表演 陆卷继续表演 一定是大师姐你先前 为了救少谷主 耗费了太多修为 现在才体力不支 大师姐 你怎么这么傻 你好伟大 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 大师姐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要醒过来 我们还要一起看到 修真界光明的未来 妈的 这些未免太过了 人都聚过来后 我趁势醒了过来 我开始被陆卷 为我准备好的茶言茶语 守护修真界的和平 是我的使命 拯救少谷主 再太优雅了 啪 啪 陆卷带头鼓起掌来 一时间 雷鸣般的掌声 如同潮水一般袭来 给我整得多点不好意思了 我正欲说话 那边陆卷已经开始接着眼了 陆卷一脸心疼 道 大师姐 我劝过你了 让你不要去 可你为了少谷主 还执意要去 你的身子如此 怎么还受得了一路奔波劳碌 让师尊同谷主平平理 你是不是不该去 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 师尊自然没忍住问 去哪儿 陆卷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大师姐不让我说 师尊你就不要再问了 师尊一脸无语 妈的 不是你先提的 师尊语气略带怒意 道 问你 你就说 陆卷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对着我道 带师姐 你不让我说 我也要说了 师尊 旗鼓主 大师姐要只身前往万魔窟 陆卷说完 正堂那边是阵阵惊叹 万魔窟 那可是万魔窟啊 不愧是大师姐 万魔窟都敢去 大师姐好端端的去那干嘛 会被万魔饰养 心智不奸者 很容易便堕入魔道 轻者从此与正道无缘 只能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 苟延残喘 众者连命都无法留下 这帮人有反应倒也正常 陆卷抬起袍袖擦肋 继续表演 大师姐 就算你想让少谷主 快点好起来 就算你忍痛 想要成全少谷主和小师妹的爱 你也犯不着 拼死前去万魔窟 为少谷主取纳神之草 作为他二人大婚的贺一亚 大师姐 请不要太爱了 三言两语 陆卷就把我一个恋爱脑的形象 给描绘出来了 众人看了看云落霞 又看了看满屋子的大红香笼 不由心下欺然 连一项对我冷漠疏离的奇艳 这会儿看我的眼神 都充满了歉意 诚如陆卷所言 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语气却极度虚弱道 你们谁也不要拦着我 我视死如归 万魔窟 我是一定要去的 见众人反应 云落霞却仿佛我抢了他的剧本一般 神色都慌乱了 他冲到我跟前 大师姐 我陪你一起去 陆卷却一脸兴奋 对我做了个口刑 他急了 是了 按照陆卷所说 那个凭借女主光环 去万魔窟 为奇艳取回神之草的人 并因此让奇艳对他爱得更深的人 应该是小师妹 现如今我抢先去拿 他自然着急了 大师兄急道 要是小师妹去的话 我也去 小师妹如此娇弱 如何叫人放心的下 其他的废物师弟们也一起叨叨 是啊 我也去 我定要守护小师妹周全 小师妹连遇见尚且不会 我定要扮他左右 妈的 刚刚我说要去的时候怎么没人说一起 怎可如此 我怒气不争 你们当时去游玩了吗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修仙还是不能太膨胀 倒是陆卷很快抢过话茬 要知道 这一路凶险非常 便是当年师祖去万魔窟 也未能全须全意的回来 最终身负重伤而归 陆卷这一番说辞 倒是叫刚刚为爱上头的大师兄等人 瞬间清醒了不少 陆卷 此行凶险 去的人再值不再量 这样吧 你们先离我五万上品零食 看看实力 我 没有实力的 统统闪开 有实力的 都被陆卷狠狠额了一把 就连奇艳也说不清 是因为歉意还是感激 为我送上了两大箱子 零要谷的上品零单 他万分愧疚 石栋燃剧 垂下眼帘道 沈师姐 抱歉了 你的深爱我无法回应 蹲在远处暗中观察的陆卷 一脸不满 这个死男绿茶 说话一套一套的 恶心玩意儿 呸呸呸 我耳利好 一字不落全听见了 回房之后就将那些上品零单 都堆到了陆卷跟前 呃就吃点当夜宵吧 沈轩欣 你也太宠我了吧 陆卷抓了一把零单 塞进嘴里嚼了嚼 道 要知道这些零单 在外头那可是价值不菲的 再珍贵也比不上你 我认真道 陆卷一正 连戴着耳尖都泛红了 他有点局促 抓起一把零食 就开始数数 我道 要不是你带我演戏 哪能有这些好东西 估计躺一地的 就该是他们的尸体了 陆卷挠了挠头 嘿嘿笑了声 他数零食的速度越来越快 接着整个人都坐在零食堆里 喜滋滋笑了起来 音势力倒 这些都是我们活该的 他还忙里偷闲 抓紧时间 给我科普了一下目前的形势 你那帮师兄弟 师尊 齐艳 准确来说 只要你碰到的男的 全都是云若霞海里的鱼 我似懂非懂 点点头 原来这叫鱼 我目光一顺不顺看着陆卷 陆卷摆摆手 我这般英俊的男子除外 他道 你觉得 应该怎么弄这些鱼 我看了看陆卷 觉得这人是不是傻逼 把他们都从海里捞出来扔掉 渴死他们 陆卷表情有点惊恐 我又认真想了下 不行 那就直接把海里的水抽干 陆卷 我想的那乌泱泱一堆云若霞的鱼 清蒸太清淡 油炸太油腻 要不还是红烧吧 陆卷咽了口唾沫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咱能弄先不出发 一日我和陆卷带着东西跑路 整个云华剑宗和林耀谷的人 都来为我二人送行 当然云若霞也应凑了上来 我没拒绝 不过他不会遇见 我也不喜欢他碰我老婆 就随便找了根绳子 把他吊在我的如是剑下 而陆卷说自己遇见实力一般 让喵哥背着他跑这事 实在太费喵哥了 没脸没皮的蹭上我的剑 我神色冷淡 倒也没拒绝他 你蹭归蹭 别想着偷摸我老婆 占我老婆便宜 陆卷举起双手已是清白 瞅你这话说的 也太没有基本的信任了吧 我冷笑 呵 男人 陆卷一路上 凭借着云若霞的圣母心 我们收服了三个摩羞 四个妖道 还俘获了五个村子村民的心 混吃混喝 还收大礼包 我半点劲也没使上 我感叹 我算是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把云若霞带上了 陆卷磕着瓜子跟我炫耀 带着云若霞就跟带着外挂似的 咱这一路啥心也不用操了 云破日出 远山连绵 晚霞如续 我们一行在山顶暂歇 陆卷从戒子囊中摸出两壶梨花醉 与我对饮 小师妹一脸惆怅 背驰咬唇 一副气气爱爱的模样 开始吟诵 世间毫无不兼牢 采云一散流离脆 陆卷一脸不耐烦 走过去一脚把小师妹踹飞 嘴上还嗲嗲 妈的 郑哥这儿看风景呢 叨叨什么 晦气玩意儿 少年欲带树妖 袍袖翻飞 枝兰玉树一般 喝了三两梨花醉 我一有些头晕眼花 看眼前的陆卷 都不由得觉得 女平日里顺眼了不少 我抬手摸了摸 趴在我大腿上的喵哥 慢悠悠念叨 世间毫无不兼牢 采云一散流离脆 陆卷正了下 走到我身边 蹲下来 整张脸凑过来 对着我上看下看 这梨花醉还真能 把人给整迷糊了 沈玄欣 你可千万别伤感啊 要说这是奸呢 也不是什么都不奸牢的 你看看我 这世上就有我这样 坚硬如铁的男人 早知道就不该 让你喝什么梨花醉 我那一片健兴的沈玄欣 去哪了 陆卷将梨花醉的酒壶 都倒过来 该不是有人在里头 下鼓了吧 我怀里的喵哥 突然嚷嚷起来 哦呜呜喵 喵喵喵 陆卷伸手揉了揉喵哥的脑袋 你偷喝酒了 话都说不清楚 我望向陆卷 笑道 他骂你真是狗 双标狗 陆卷 遇见了几日 陆卷方才发现不对劲 沈玄欣 这不对啊 陆卷开始鬼吼鬼叫 放我下见 这是开去万魔窟的路 我一脸嫌弃的看他 别一惊一乍的 像个韭菜 陆卷立刻闭嘴 烧过了一会儿 一只猫爪子 戳了戳我的手背 我低头去看 猫爪子 被一只人爪子捏在手心里 再看喵哥一脸的抗拒 抱着他的人 却一脸见兮兮的笑 真去万魔窟啊 我反问他 不然陆卷一脸震惊 我以为你忽悠他们 那帮缺心少干的狗东西的呀 人是你忽悠的 我淡然 万魔窟是我要去的 我捏绝停下 道 你若是不想去 你现在就下剑 我断然不会拦着你 我独行惯了 虽在一个热闹的宗门里待着 可我一心只想问道 从来想的都是 找人捅我比剑 如今一猫一狗 在我身边数日 我非但不觉得烦扰 甚至觉得 日子若是一直这样过下去 道也挺好的 陆卷若是当真要走 那我是不是还能跟他 争一争喵哥的抚养权 陆卷目光直直看着我 旋即像个无赖似的 躺平在如是剑上 死活不撒手 你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陆卷吊锒铛 你就是赶老子走 老子也不走 老子还就赖上你了 别说是万魔窟 就是你要是神 我也给你递剑 我背过身去 不再看他 却还是闷闷丢下一句 那就好 手却不自觉的 十分轻快的 在喵哥的肚皮上 轻轻挠了挠 又安安静静行了半日 陆卷这个话牢 终是憋坏了 凑到我跟前来 问我 不过 万魔窟凶险非常 你当真要去采魂之草 为了齐燕没必要吧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齐燕 那个没身高没素质的兵秧子吧 我缓缓抬一眼 目光锐利 看了陆卷一眼 陆卷乖叫闭嘴 但是表情还是很不服 我道 你骂谁呢 喜欢齐燕 我在眼盲心瞎也醉不至此 陆卷的脸上疏乎有了笑意 嘿嘿 他脸都有点小红 那就好 虚余 他又问道 那你还去什么万魔窟 我道 拿个东西 陆卷好奇 什么 我淡淡 九天玄京 九天玄京 陆卷惊叉 你这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玩意儿 是你家产的呢 不是我说 沈玄心 这玩意儿就是个传说 唯一爆出过一块 万年前还被八位尊者拿来补天了 我平静地摸了摸老婆 碰碰运气吧 陆卷 万一没碰到呢 我抬头看了看天 陆卷也看了看天 我长叹 很事为难 那就把天上那块县城的抠下来 陆卷 陆卷嘴角抽了抽 那要不然 咱还是先碰碰运气 沈姐 您看哪 我转头看陆卷 点了点头 我看行 怀里的喵哥 也很配合得点了点头 云洛霞一副唯唯唯诺诺的样子 他抿着唇 头还没来得及点一下 陆卷就一个大逼斗 把他扇飞 语气万般不爽 没问你意见 别下表态 云洛霞捂着心口 大口大口吐血 我看着他一副伤得不轻的样子 没忍住 则被陆卷道 下手也推狠了点 陆卷不以为然 这是我下的黑手 要是你下 那就是死手了 我想了想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顺势抬手 拍了拍陆卷的肩膀 嘱咐他 那下次 还是由你来下黑手 陆卷下巴一扬 为此十分骄傲 云洛霞吐的血更大口了 前往万魔窟的路上算平静 只是我不懂 云洛霞都被我和陆卷 气压折腾成这样了 他还是死活坚持要跟着我们 陆卷就很懂 他给我解释道 还不是怕你 抢了他的奇遇呗 要是你真的拿到神之草 因此救了奇艳 奇艳一请别恋爱上你 他还怎么说服他的爱慕者呀 我看向他 反问 那你就很懂 少年目光直勾勾的看向我 暮色似合 身后是落日余晖 硬衬的他铜色都泛出金色 他别过脸去 连白皙的脖梗都微微发红 他胡乱的抓了抓头发道 懂啊 我当然懂了 没有人比我更懂情爱 须余 他转过身来 耳边是栩栩丰盛 我几乎能听见 他一下又一下 越来越快的心跳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 你有心病 陆卷问号 我 不然怎么跳这么快 陆卷泄气 蹲下身子 随手碾了根狗尾 八草叼在嘴里 算了 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垂眸 看着少年宽阔的背脊 低声回他 你本来就什么也没说 离万魔窟越近 陆卷就显得愈发焦躁 就连喵哥也时常半夜里突然惊醒 跳起来 拱着脊背 警惕的看着四周 我数次被吵醒 只好拎着喵哥命运的后颈皮 把他丢进陆卷的怀里 半夜三更 管好你的孩子吧 陆卷一边安抚喵哥 一边不服气的回我 平时孩子乖巧的时候 你倒是知道 抢着抱 不听话的时候就是我的锅 是吧 我亮出我的老婆 你有什么意见 是我没教好咱俩的孩子 我有罪 陆卷瞬间乖巧 抱着喵哥 侧过身子就去睡了 我坐下来 眼前的篝火烧得正旺 我望着背对着我 洋装睡觉的少年 说起来 万魔窟不是你的老家吗 你怎么一点回老家的 兴奋劲都没有 身侧是良久的沉默 伴赏陆俊才轻声哼哼道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摸了摸如是剑 给陆卷助力 那就动动脑子 说简单点 陆卷像是终于放下了 并不存在的高傲身段一般 猛地坐起来 开始一本正经 回答我的问题 正派大笔 讲究点道极致 手下留情 陆卷目视远方 眼中有晕不开的酬绪一般道 可魔道并非如此 圣者为王 不死不休 九死一生 万魔窟更甚 我生在万魔窟 是命中注定的魔 可要在万魔窟活下去 就要不停地厮杀 杀人 杀妖 杀魔 杀的最多的 其实是自己的同族 我觉醒前 是万魔窟的魔尊 满手鲜血 满眼杀戮 可我觉醒后 他沉默了会才道 我没办法 每天一睁眼就面对死亡 即便闭着眼 也要担惊受怕 是不是有同族 要来杀我夺魔尊的位置 懂了 我道 你在万魔窟人员不行 回去会被打死 陆卷无语 沈玄心 你就不能稍微含蓄点 我无视他的问责 只拍了拍他的后背 陈生道 放心 我在 万魔窟是我带你去的 我自然会护你周全 我必不会叫你 文化水平实在有限 我想了想措辞道 必不会叫你 欲剪相消 圆月高悬 输影横斜 陆卷目光正正看我 我与他并肩而坐 两道人影拓在地上 在旁边 是只挺直几背 偷听我们说话的小猫咪 陆卷默地笑了下问 沈玄心 有没有人说过 你很有安全感 没有 我斩钉截铁 你是第一个 陆卷的嘴里的更开了 那从今往后 这样的话 你只许对我一个人说 这样的事 也只许为我一个人做 少年眸光定定看着我 眼中仿佛坠着万里星河 脚边的喵哥 都难得温柔地喵了声 仿佛在说 答应他 快答应他 搞快点 不知道是今夜的风 太过温柔 还是星子太过耀眼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看着眼前见眉心目的少年 只想着 他说什么都答应他好了 嗯 我轻轻应了声 一字千金 力敌千军 少年脸上 样出无法抑制的笑容 整个人都有点膨胀的 拿过我的如是剑 抬手落手间 他将如是剑 从剑翘中拔了出来 月色印在剑身上 发出冷冽寒光 我看着陆卷 像在看一个死人 你是第一个 拔出这把剑的男人 陆卷瞪大双眼看着我 旋即皱了皱眉头 我知道 就像至尊宝 拔出紫霞的宝剑一样 我嗓音冷冷 听不懂你在放什么屁 陆卷凑过来 笑得见兮兮 有什么奖励吗 我皱眉 第一个男人 身高一米八七的男人 搞不懂这个逼 到底在骄傲什么玩意儿 我沉生 送你上天 算不算 陆卷 可以 但没必要吧 有话好好说 沈玄心 别啊 天上风景不错 苗哥你要不要也上来瞅瞅 哦 苗 苗哥 你怎么说脏话 终于到了万魔窟 我看了眼陆卷 他脸色都有点惨白 他强自镇定了话 问我 沈玄心 你有梦想吗 我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陆卷 我没有梦想 我 我有 我要打遍修真戒 我要飞升 然后去仙戒继续打 陆卷 我有梦想了 我也要飞升去仙戒 我笑 好 那就别死 活着出来 万魔窟外有浓重瘴气 我以灵力助出屏障 供两人一猫在其中行进 至于云若霞 是完全没有资格 跟我们一起混的 他被浓重瘴气步步逼退 一路艰难前行 衣裳都被遍地丛生的草木刺破 整个人狼狈不堪 不过 他毕竟是陆卷口中的大女主 有女主光环 这一厉害的仙气庇佑 到底还是勉勉强强穿过瘴气 与我们一同进了万魔窟 以前都有谁欺负过你 我嘱咐陆卷 待会碰见了 千万别客气 一个个指出来 我替你找他们晦气 陆卷震了下 才笑道 好爷 周遭比外界的天色还要暗 几乎不能失误 我凝神尽气念了个诀 眼力方才恢复些 隐约能看见 黑漆漆的团团黑气 在我们周身来回游动 这是魔气 粘道会迷乱心神 小场面 交给我 陆卷在我耳旁叮嘱我 旋即他立身在我前方 抬手在身前结印 手指黑气 口念 退 退 退 那些黑气 立刻如抱头鼠窜一般 毫无章法 四处乱撞 少息片刻 黑气便都消散了 万魔窟内一点点亮起来 我看着几倍笔直的陆卷 没有说话 陆卷挠了挠头 嘿嘿一笑 道 好歹我也曾经是探个大哥 对付几个臭弟弟 还是绰绰有余的 嗯 我道 那后面的臭弟弟也交给你吧 别啊 陆卷带着喵哥 急急忙忙追上我 神之草 在万魔窟的千刃牙顶上 虽然我是来找九天玄精的 但来都来了 多拔一株神之草走 不过分吧 万魔窟内无法遇见 千刃牙崎岖难行 一步步犹如赤脚踩在烧红的刀尖上 我将将要踏上去 便被陆卷拦住 这又熟 我带你超近的 我 原来还有捷径 突然之间 我觉得陆卷这个窟里人 多少有点靠谱了 陆卷的捷径十分不错 我们没费半点劲 就上到了千刃牙的牙顶 看守神之草的乃凶兽苗巫 传闻一双利爪夺人性命 只在瞬间 被他抓过的 即便命还在 人也是费了大半 当年我师祖进万魔窟 便是被苗巫所伤 养了数月 才将受伤的胳膊养好 我提见走在最前 只见神之草旁 趴着一只身形硕大的白虎 听见动静 他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 缓缓将大脑袋抬起来 看见我仿佛看一个垃圾 一双眼低溜着转过去 转到了陆卷的身上 陆卷整个人都抖了抖 苗巫眼睛突然亮起来 眼皮子眨了眨 鼻尖动了动 仿佛用力在嗅什么 然后他看见了 躲在我和陆卷身后的喵哥 几乎是一瞬间 苗巫直直地朝我们扑了过来 陆卷眼明手快 抱着我 就地滚 直接躲开了苗巫的袭击 就在我提见 要与苗巫对战的时候 苗巫身形骤然变小 呼吸间 他就变成了一只 比喵哥还要软能可爱的小奶猫 他抬了抬小爪子 在喵哥头上挠了挠 喵巫 喵哥一张猫脸 瞬间红了 整只猫变成了一只红猫 陆卷有点尴尬 其实咱们喵哥和苗巫 有一段情 当初我从万魔窟离开 苗巫放心不下我 非要跟我走 苗巫把我当成了拆散趟的恶婆婆 心里十分记恨我 我 你不敢回来 就是怕苗巫 陆卷 她那一巴掌拍死过不少人 我心里阴影比较大 我 来一趟万魔窟 我不仅没费什么力气 捡了颗神之草 还白捡了个儿媳妇 儿媳妇娇娇软软的 十分黏人 哪有外面人说的可怕 我跟她简短交流了下 她还因为拍断过我师祖的胳膊 狠狠给我道歉 多么听话懂事啊 改名也带她认认施祖去 等我们相亲相爱完 云若霞才虚弱疲惫的爬上千刃牙 她看见我们一群人猫齐了隆隆 又看见我手中的神之草 全然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急吼吼的扑过来 大师姐 你拿到神之草了 齐燕有救了 真是太好了 一面金人真的赶上手来拿我的神之草 在苗巫一巴掌 把她拍飞之前 鹿圈一脚把她踢飞 要点脸吧 什么好东西都该是你的 是吗 云若霞泪淫于劫 嗓音都带了哭腔 鹿失地 我拿神之草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齐燕啊 她命不久矣 这是就她命的良药啊 况且 此事是关云华剑宗 和灵药谷两派情谊 鹿圈打断她 关我屁事 别想 CPU我 我懒得听她废话 直接将神之草装进戒子囊 万魔窟内 哪里最有可能爆出九天玄金 我话一问出 就连苗雾都瞪了一双眼睛看着我 仿若我说的是什么天方夜谭一般 不可置信 鹿圈 九天玄金这一世 我确实没藏着掖着 我在万魔窟数年 也未曾见过 要说哪里会出九天玄金 实在难量 当初八大尊者 在万魔窟内也是因机缘巧合 才偶遇一块九天玄金 况且这等神物 又岂能如刻舟求剑一般 妄图在同一处 在寻到一块 只能再碰碰运气 我有些颓然 但到底我找到此物 用处极大 不得不废弃心神 鹿圈四下张望了下 脸上的表情 突然怪异了起来 我 放 鹿圈立马道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 再放 鹿圈道 仁若霞不是大女主吗 凭她的主角光环 想找一颗九天玄金 应该不难 我笃定道 完全不难 据鹿圈说 主角只要坠牙 必定不死 且还能有奇运 轻者 捡到武功秘籍 受得到高人指点 重者还能多得一位雕凶 而此时 我们正身居千刃牙上 天时地利人和 牙下七彩琉璃光大盛 果然就此 爆出了一颗九天玄金 回到云华建宗时 林药谷的众人 也一道聚在山门前等待 云若霞一身失伤 却全然不顾疼痛 抢着快跑了几步 前去报喜 师尊 谷主 齐燕 我们找到神之草了 齐燕看着云若霞那副惨样 万般心疼 若霞 你受伤了 云若霞眼里 蓄着两泡泪 仍是不忘演戏道 我没事 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做 神之草就在带师姐那里 我去给你拿 云若霞把功夫做在前头 似乎觉得他先说话 这神之草就该归属于他 抢功劳的样子 真是滑稽可笑 大约是觉得 当着众人的面 来跟我要神之草 我便拉不下脸面 不得不给 开什么玩笑 我是那种人 我直接摆手道 神之草我已主义他人 云若霞眉心一皱 谁 我看了一眼一旁的陆卷 道 他 云若霞一脸正义 可少谷竹比陆师弟 更需要神之草啊 我抬眸冷冷看他 墨地笑出声 他需要 我就要给吗 齐燕眉心微拧 脸色比惨白更惨一点 审失解你 是因爱生恨吗 在我发飙之前 陆卷先发了疯 齐燕 你是不是有病啊 谁都得爱你是吧 全然已经忘记了 当初自己说 要抢云若霞老公的誓言 我平心静气 并不在意齐燕的误会与自恋 我当着齐燕和众人的面 将神之草一点点恋化 然后从容丢给陆卷 味道一般 用处可能也不大 你随便吃两口吧 别的男孩子有的 你也要有 我看了看可怜兮兮的齐燕 别的男孩子没有的 你也要有 先给他希望 再亲手将他的希望 一点点碾碎 看着齐燕一脸痛苦的样子 我心情莫名畅快 毕竟原本作为一个炮灰 我是该死在齐燕的末世之下的 我怨恨极度云若霞 得到原本属于我的姻缘而黑化 而他的善良大度 被我衬托得更加明显 没有人愿意为我发声 即便是我一直以来守护的师兄弟们 就连师尊也坚口不严 我不过是云若霞 抬高身价里快垫脚石 而齐燕和云华剑宗众人 就是真正杀死我的历刃 我等了那么久 做了这么多 不过是为了要看着他们死 百年之期已到 答应师祖的承诺我尽数做到 无疑不至 我提剑 剑与自我身后而出 直刺山门前的众人 师尊仲华立身上前 立身贺道 沈玄心 你好大的胆子 是要忤逆师尊 残害同门吗 呸 我坚决不断 冷笑道 凭你的菜狗也配成我的师尊 这傻逼宗门老娘一天都不想多待 今天我就要赢都死 云华剑宗弟子列阵 众华立鹤 我眼前恍然间 浮现出那些 今生未曾来的即发生的画面 与此时此刻十分想象 只是原书里头 是我被云华剑宗和林耀谷联合追杀 逃无可逃 却仍想让他们念在同门之意上 与我一条苟且生路 可云若霞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提剑刺向我 口中却是阵阵有词 大师姐 你心智不坚 堕入魔道 造下诸多杀孽 我不得不杀了你 为那些亡死之人报仇 可他在攻略反派陆卷的时候 又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 你虽然杀了很多人 可那都是你入魔之后的事情了 我相信 你也不想的 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不要怪自己 你也是逼不得已 你也是受害者呀 原来同样一件事 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 就可以有这样天差地别的言辞 只因他是反派男配 而我是个区区炮灰 而云华剑宗众人 宁愿因为云洛霞的善良 而原谅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反派魔道 却不愿相信朝夕相处 处处回护他们的同门 多么滑稽可笑 可那些痛 于我而言 恰如切夫 剑语更急更密 两派众人皆是废物一般 躲闪不及 众华于人群中大喊 沈轩欣 你当真是疯了 你就不怕师祖知道你做的好事 他已经闭关 每个百年千年 怕是不会出来了 百年千年 够我再造一个 真正盛大辉煌的云华剑宗了 你们这帮废物就都去死吧 剑语如实 先是历声咒骂 那声音一点点弱下去 直至半点不剩 我带着弟子名册 一个一个翻找过去 杀我回我者 我都补了一剑 确保他们死得很透 非议我 伤害我的 我只废了他们的修为 让他们以后再修真剑 只能靠挖野菜苟且过活 行至云若霞跟前 他虚弱喘息 你不能杀我 我是女主角 我俯下身子 直接将如是剑 捧进他的身体里 谁说女主角就不能死了 云若霞还在挣扎 我死了 这个修真剑就会坍塌 你和陆卷都活不了 他几乎是疯了 开始流泪笑了起来 周遭事物开始巨震 盈盈有轻颓之势 哦 我冷冷应声 我早已料到有此一招 我抬手 祭出九天玄精 九天玄精缓缓飞升 琉璃华采绽放 周遭一点点静了下来 少请 恢复寻常 再无异样 我将如是剑 从云若霞的身体里抽出来 看着他绝望的样子 质地有声道 从今天起 主角换我来做 后继 陆卷成了云华剑宗 新一任宗主 我不喜欢管这些书武 他却实在很擅长 资本家那套管理模式 画柄的能力一流 三言两语 就把云华剑宗 吹得天上有地上无 慕名而来的新弟子 越来越多 云华剑宗 在修真界 名气欲胜 一派繁荣景象 我懒得管这些 只一心修炼 偶尔会在弟子大笔的大会上出现一下 挑几个天资不错的弟子 来同我比见 但也是独孤求败 为逢敌手 实在无趣 描误成了最常陪我失恋的 但他到底不敢下死手 只能处处避让 也实在是难为他 陆卷和喵哥 常常躲在一旁暗中观察 互相指责对方没管好家属 害得他们 不能跟所爱之人 多些时间相处 终于寻得一日间隙 陆卷提着梨花醉来捅我唠嗑 沈轩心 你真够可以 拿九天玄金 居然是为了撑起整个修真界 不然呢 我道 当初八大尊者 何力拿那块九天玄金补贴 不也是因为有人逆天改命 导致修真界将要坍塌吗 陆卷大惊 这你也知道 听师祖提过一嘴 我道 当年那事发生之时 他还是云华建宗的小弟子呢 逆天改命之人 创了云华建宗 我喝了口梨花醉 有些怅然 师祖当时觉得我和宗主很像吧 才破例说我至重华门下 时时事事对我细心教导 他大约也是在透过我 看到曾经对他照顾有加的宗主吧 陆卷 合着你其实 试了替身啊 我撇他 别太荒谬 陆卷 可你就这么把师祖 原先继承的云华建宗给毁了 你不怕没法交代 我放下梨花醉 看向陆卷 你说 为什么师祖只让我保住师门百年 而非永远 你以为 那个期限 限制的是我吗 陆卷成音片刻才到 原来如此 没有错的人不需要被限制 所有枷锁繁龙应当留给做错事的人 他们不悔 我便不数 全文完